说假话的吃上了人肉 说真话的头破血流 有这么一部国产片 大胆前卫 真编实壁 说它是神作也不为过 但是能想到 它竟然是45年前的电影 好了啦 我是萨里 今天讲讲这部 我们可能再也拍不出来的 苦恼人的笑 大雄宝殿内 佛像端座 终生悠扬 有趣的是 尽管以佛像开篇 但这并不是一个 关于鬼神的故事 相反 故事的主角是普通人 就像生活中的你我他 1975年 海城的冬天 似乎格外漫长 记者傅宾与妻女漫步街头 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天 然而 平静只是表象 傅宾与妻子对视 引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傅宾问妻子 为什么这样看着她 妻子说 因为她喜欢傅宾的眼睛 傅宾疑惑 自己的眼睛并不算好看 妻子却说 可他们是诚实的 原本 诚实的生活与工作 应当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 这却成为了一种奢望 这天 傅宾前往海城日报报道 他刚从干校回来 恰好顶上空缺 和记者老李成为了搭档 见到傅宾 老李高兴极了 他俩既是老同学 又是老朋友 在这种非常时期 身边有个能说知心话的熟人 总归是好的 老李指着傅宾的办公桌 瞧瞧告诉他 两个月来 他已经是这张桌子的第三个主人 他的前任搭档不服管教 经常顶撞上司 三天前被审查隔离了 乱世之中 人的命运甚至比不上一张书桌 至少后者安安稳稳 前者却深思飘平 老友相聚 一半是欣喜 一半是忧虑 老李自嘲 为了求生存 他们不得不去适应各种环境 因此 他希望傅宾能够与自己默契配合 一起混口饭吃 傅宾点着烟 沉默地拉开抽屉 发现了一尊小小的佛像 老李调侃 咱们可千万别遭到他主人同样的命运 傅宾摩缩着婆相 不知在想些什么 淡淡地说了句 试试看吧 随后 傅宾与妻子结伴回家 在楼道上 他们听见了打碎花瓶的声音 原来 女儿独自在家 看见了一只老鼠 本想抄起雨伞打老鼠 却不小心弄碎了花瓶 还被父母逮个正着 面对母亲的历声喝问 女儿下意识撒谎 将锅甩给了老鼠 却被母亲一眼看出 支支吾吾地抽叶起来 傅宾叹了口气 一边哄着女儿 一边感慨 妻子的脾气越来越差 妻子很不服气 明明撒谎的是女儿 丈夫反而怪罪起了自己 妻子忍不住阴阳怪气的嘲讽 也是 反正现在 撒谎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 既然大人都撒谎 又有什么颜面指责孩子呢 时代的滔天俱老 早就化成了潮湿的风雨 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侵蚀着这个小小的家庭 无处可逃 无处可避 无人可逃 为了安慰女儿 傅宾给他讲了狼来了的故事 讲故事的时候 傅宾满脑子都是自己工作的海城日报 从排版 印刷到发行 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那个大喊狼来了的孩子 相比只是打碎花瓶的女儿 他们这些颠倒黑白的骗子 恐怕要更可恶一千倍 一万倍 预言最后 说谎的孩子失去了生命 可是现实生活里 说谎者非但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还有可能加关禁绝 真正会失去生命的 恰恰是诚实的人 导演杨延进使用了音话不同步的手法 营造出了一种刻意的错位 既展现出了主人公内心的困境 又暗示了时代的荒谬 整部电影里 这种手法反复出现 成为了一种独特而鲜明的标签 讲完预言后 女儿去洗脸 妻子的情绪已经慢慢平复 她抱住丈夫略带愧疚地请求原谅 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近来脾气越来越坏 有良知的人注定要在这个 有谎言构成的时代里挣扎求生 背负着重重的枷锁 傅宾写文章 妻子则得给学生们读文章 他们的内心时刻处于煎熬之中 好在 暗夜之中 他们依旧是彼此的微光 小小的不愉快轻轻接过 看着对镜梳妆的妻子 傅宾亲力地捏了捏她的鼻子 妻子称怒着用梳子打她 恩爱异于言表 突然一通报社打来的电话 召唤走了傅宾 设立给她和老李指派了第一个任务 为正在劳动的宋书记拍照 不料宋书记笑呵呵地拒绝了 宋书记说 主编会错了意 之所以叫他们来 可不是为了标榜自己 而是希望他们去报道今天下午 医学院的一场重要考试 宋书记态度和蔼 俨然是个为国为民的好官 他不仅亲切欢迎了傅宾 还善意地提点他们 要踊跃把镜头对着基层 把胶片省下来留给群众 接到任务后 傅宾和老李来到医院 却一时找不到考场 只能拦住拖地的清洁工 他们抵达考场时 恰好撞上一位生物学博士愤怒离开 面对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 博士十分诚实 表示无法回答 考官们却嘲讽道 可你是个博士呀 博士嘛 就应该什么都知道 最终 在一片充满恶意的笑声里 他们给这位博士打了零分 傅宾将一切看在眼里 心中很不是滋味 然而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事情还在后面 考场大门推开 傅宾惊讶地发现 走进来的是刚刚那位清洁工 原来 他竟是一位教授 曾经在外科工作 是医院的副院长 荒谬的是 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 考官们却决定考他量体温 这是对知识明晃晃的不屑 也是对人格赤裸裸地践踏 考官连珠泡斯地发问 但每个问题都与医学无关 硬是要揪出派老教授回国的幕后黑手 可实际上 老教授的目的极其单纯 只是想回来为祖国做点事情 这样的大实话 却被一句严厉的 不要翻案彻底扼杀 考官们咄咄逼人 混乱之中 老教授来不及细看 便将体温记塞进了嘴里 这时 傅宾推开窗 看见了姗姗来迟的宋书记和主编 有节奏的古典 堆叠摇晃的镜头 将这群人的丑恶嘴脸暴露无垠 放肆的嘲笑 营绕的烟雾 与其说他们是考官 不如说是得志的地痞流氓 在考问教授的过程里 导演给了恶人们许多脸部的特写镜头 极具冲击与压迫感 让观众用眼睛代替摄像机 完成了一次身临其境的视角转换 很快 体温测量完毕 老教授拿出体温记的瞬间 傅宾宇老李便奉命上前 拿起相机一顿猛拍 考官们调笑着 要求老教授爆出体温 老教授摘下眼镜 费力查看 这时 考官们却大声讥讽 教授先生 这是肛门表 此话一出 哄堂大笑 原来 所谓的考教授量体温 本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侮辱 考官里 有一位老教授以前的学生 看着恩师屈辱的模样 他感到痛快极了 十年前 他是一个不及格的学生 十年后 他却摇身一变 变成了戏弄教授的上位者 他嚣张地问道 教授先生 您知道嘴和肛门的区别吗 老教授攒着温度计 沉默而窘迫 一旁的傅宾露出了于心不忍的眼神 只盼这场凌迟般的闹剧能尽快结束 这时 宋书记站了出来 看似打原场 实则是为了更深的侮辱铺垫 他假惺惺地表达惊讶 用通心棘手的语气 批评教授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帮兄们连连复合 斥责教授是一级饭桶 宋书记又画风一转 一边告诫同志们不要上升到人格侮辱 一边煽动众人 给教授打了负坟 一同羞辱后 他们还命令教授带走肛门表 留作纪念 老教授一言不发 隐忍地折断了手中的温度计 管身离开 这一切都令傅宾本就抑郁的心情雪上加霜 恍惚间 傅宾眼前浮现出了实验室爆炸的场景 一切都在燃烧 扭曲 最终幻化成了那几张猙獰的小人嘴脸 这种超现实的表现方式 在这部电影里比比皆是 先锋前卫的拍摄手法 实际上是主角灵魂异化的呐喊 身为一名记者 傅宾游走在谎言与真相的边界 一边面对着生存的拷问 一边忍受着良知的谴责 精神岌岌可危 讽刺的是 尽管精神世界早已千疮百孔 但为了保住饭碗 傅宾只能装作无事发生 继续听从主编的差遣 主编特意强调 一定要按照宋书记的意思 狠狠批判老教授 回到办公室后 傅宾心力交瘁 不愿意助纣为虐 看着他颓丧的模样 老李安慰 不妨想想办法 既不得罪领导 又让老头子少受点伤害 在这个敏感的年代里 老李深安中庸之道 相比于执拗的傅宾 他更懂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却又良心未敏 老李感慨 有时真羡慕那些会走钢丝的演员 他希望自己也能掌握这套本事 得心应手地游走在两股势力之间 对此 傅宾却相当不屑 他始终认为 新闻的第一要义是真实 对此 老李唯有常态一声 说他发傻见 为了能让傅宾好受一点 老李送了他一张杂技票 让他今晚好好放松一下 明天再商量该如何写稿 可惜 精彩的杂技表演 并未让傅宾摆脱苦闷 一看到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傅宾眼前就一阵晕眩 仿佛看见了自己 颤颤巍巍地踩在钢丝上 轰然坠落 尸骨无存 于是 彷徨的傅宾决定去找自己 在新闻学院时的老师 盼望这位老记者 为他指明一条出路 然而 他注定会失望 面对迷茫的学生 老记者一边喝酒 一边自嘲大笑 他帮不了傅宾 因为他已是尼普萨国疆 自身难保 他曾经交给傅宾的职业守则 已经彻底沦为笑话 老师的沮丧 令傅宾伤感不已 他无意中撇到了桌上碎掉的温度计 这才知道 原来老教授与老记者是邻居 实际上 他们也是同类 在医院受到侮辱后 老教授来找老记者喝闷酒 为了宽慰老友 老记者给他念了一段鲁迅先生的《立论》 现在他又委托妻子 将这段话送给傅宾 傅宾的师母曾是一位著名演员 现在也渐渐别人遗忘 过着憋屈的生活 鲁迅以犀利戏谑的笔触 讲了一个黑色幽默的预言 学生在课堂上 请教老师立论的方法 老师说 一户人家生了个儿子 满月时爆出来给客人看 一位客人说 这孩子将来要发财 于是得到了一番感谢 另一个客人说 这孩子将来会做官 于是收回几句公伪 只有最后一位客人说 这孩子将来要死的 被众人一阵毒打 死亡是必然 富贵是撒谎 可撒谎的能得好报 必然的只能挨打 这个写于1925年的故事 却完美折射出了 50年后社会的现状 谎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疾病 在故事的最后 学生问老师 如果我既不愿意撒谎 也不想被人打 那该怎么做 这个迷茫的学生便是富斌 也是身处时代漩涡里的 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所谓普通人 就是既不像神明那样伟大 也不似鬼魅那般无耻 有恐惧 却也有底线 有良知 但也无法牺牲一切 老师告诉学生 不想撒谎 也不愿被打 就只能打哈哈 听到这 老记者忍不住放声大笑 可那笑容却令人心酸至极 藏着无限苦涩 呼应了电影的名字 苦恼人的笑 更令人心碎的是 极端年代 连打哈哈都不被允许 反对不彻底 就是彻底不反对 如何在这样的世道里 当一名普通的记者 成了无解的难题 最终 老记者只能给富斌 倒了一杯酒 在恩师癫狂而绝望的笑声里 富斌一饮而尽 酒过三旬 师娘送富斌出门 向他表达了歉意 富斌担忧老师的身体情况 劝他少喝点酒 师娘却苦笑着说 喝就喝吧 原来 老记者被查出 初期精神病的症状 酒精成为了这个 内心绝望之人的唯一慰藉 师娘实在不忍心剥夺 辞别师娘后 富斌慢慢走回家中 心中五味杂陈 在为老师难过之余 他竟然还有一丝羡慕 富斌告诉妻子 老师虽然精神失常了 但是他从此 不必再受罪说谎了 也算是一种解脱 反观自己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不知道 是否还要坚持 新闻的真实性 妻子埋怨富斌 总是那样认真 太钻牛角尖 不料富斌脱口而出 可你从前比我还叫真 妻子轻轻说 这年头不改变点什么 还怎么活呢 妻子不愿意再继续这个话题 翻身睡去 可是富斌的心里 却很不是滋味 他凝视着逃避的妻子 回想起了他们的出狱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 他们在海边相逢 当时富斌还是一个 没毕业的新闻系学生 海浪翻涌 他请求擦肩而过的少女 帮忙举托一个孩子 让他装出会游泳的样子 因为他想拍几张好的毕业作品 不料这个简单的请求 却遭到了少女的断然拒绝 少女摇头说 做样子我可不会 富斌伸手挽留 少女回头 俏皮地举起游泳圈 笑颜如花 调侃道 我要是你的老师 一定给你个不及格 一瞬间 富斌的心被击中了 尽管口头上抱怨着女孩太认真 但嘴角的一抹笑意 却无法掩饰 后来 这个爱叫真的姑娘 成为了她的结发妻子 无奈造化弄人 岁月匆匆将他们都雕琢成了陌生的模样 或许是受到了往事的感召 第二天一早 富斌找到老李 希望能和他一起去找宋书记 说明真实情况 再为老教授争取一次 不出所料 老李拒绝了 并好心提醒富斌 别惹事 人要学会保护自己 但是 富斌坚持认为 不能因为想要保护自己 就去杀害别人 这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 他的执拗 令老李忍不住叹息 真是个书呆子 老李并不知道宋书记现在的地址 只知道他曾经住在高家弄 于是富斌前往高家弄 得知宋书记名叫宋阿宝 曾经住在窝棚里 但早就搬走了 后来他又辗转了两个地方 在一位邻居的指引下 来到了宋书记的大别墅门前 这是宋书记试图的隐喻 房子越换越好 关越做越大 宋阿宝成了历史 海城所有人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 宋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 宋书记从九年前开始发誓 那一年正是1966年 在富斌寻找宋书记的过程里 他与老李的对话成了背景音 两人就虚伪与事实展开了辩论 老李认为 虚伪也是属于人类的一种品质 而事实本质上就是任人揉捏的泥团 但富斌坚信 总有一天 人们会丢掉虚伪的泥团找回真实 可是老李却无比悲观 他指出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虚伪只能暂时推却 而泥团也会越捏越逼真 在富斌看来 记者的职责是揭露真相 可老李却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记者既不需要信仰 也不需要灵魂 真正的职责永远是服从 上面怎么说 你就怎么写 两人鲜明的分歧 也为日后不同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暗想别墅门铃后 富斌靠在墙上 静静地等待着 管家告诉他 书记正在湖西农场劳动 讽刺的是 当富斌乘坐公交车赶到湖西农场时 宋书记压根没干活 正带着一帮人打猎 玩得不亦乐乎 富斌始终没有机会请求宋书记 他也根本不可能 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宋书记告诉主编 反击即将全面铺开 正好用老教授这件事打头炮 说白了 就是要上升高度 将老教授塑造成典型 更滑稽的是 面对来拍摄的记者 宋书记又装模作样地 说出了同样的话 要永远把镜头对准基层 把胶片省下来留给群众 说完后 却又光速地摆拍了几张劳动的照片 随后 宋书记让主编给记者们介绍 最近阶段的宣传口径 都是些陈词烂调 主编一开口 农场里的狗就汪汪叫 暗示着 他是宋书记的走狗 与此同时 宋书记急着开车去看电影 还决定看完电影后再开会 让人万万想不到的事 意外发生 宋书记竟然出车祸了 更黑色幽默的是 手术台上 奄奄一息的宋书记 拒绝了那位和他站在同一战壕里的考官医生 而是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要求老教授为他主刀 对此 傅宾很是意外 但老李早就看穿一切 觉得毫不稀奇 说白了 宋书记心里明镜似的 到底谁是草包 谁是专家 批判归批判 可一旦和自己的性命扯上关联 就顾不上了 自始至终 说谎的人比谁都明白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出了这档子事 傅宾心中反而松了一口气 他想着老教授成了宋书记的救命恩人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这下肯定不用挨批了 这也意味着他不用写违心的文章 但是他着实没有料到 宋书记竟然无耻到了如此地步 病床上 刚刚捡回了一条命的宋书记 义正言辞地说 不能因为个人的恩怨 放弃路线斗争的原则 在面对老教授时 宋书记连连道谢 撑过去是误会 但老教授一走 他就立马换了副嘴脸 大言不惭地表示 对于老教授只需要利用 不需要任何的怜悯与同情 因此傅宾和老李 还是得按照原计划 写文章批判老教授 听到这一结果 傅宾失魂落魄 心事重重的他 搭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傅宾靠在车窗上 做了一个噩梦 在梦里 他穿越长长的走廊 仿佛踏入了阴槽地府 鲁迅历论里的那个故事 活生生在眼前重现 抱着孩子的是宋书记 其他人在一旁阿谀奉承 挨个说吉祥话 主编竟然变成了 长着獠牙的清朝僵尸 只有老教授和老记者 义无反顾地说出了实话 下一秒 他们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随后 所有鳄鱼奉承的人都成了狗 津津有味地享受着骨头咽 轮到傅宾说话前 主编担心他出纰漏 给自己惹麻烦 特意将他拽到一边 进行秘密培训 直到傅宾已经可以指鹿为马 颠倒黑白的时候 主编才满意地将他放了出来 不料 最后时刻 看着跪倒在地 摇尾起怜的众人 傅宾还是退缩了 他一边高喊着 我是人 我不是狗 一边拼命向外逃跑 至此 梦境结束 终点站到了 公交车上已经空空荡荡 傅宾被乘务员喊醒 醒来前 他依旧在不停地呢喃 我是人 我不是狗 这个奇特的梦 既反映出了傅宾巨大的心理压力 又预示了他们每个人的未来 梦境诡异阴森 正如那让人喘不过气的现实 傅宾在梦中的困境 就是他眼前遇到的最大难题 而他在梦中被主人驯化的过程 恰恰也是现实里的一步步妥协 梦境中的人们不同的举动 对应着他们最真实的性格 比如 主宾的极尽颤内 老李的左右为难 两位老者的正直诚实 还有傅宾的良心未民 相比于皱着眉头 却依旧吃下了骨头的老李 傅宾始终无法抛弃自己的底线 最终悬崖勒马 在绝境中选择了另一条路 回到家中 窗外雨声不停 傅宾坐在窗前奋笔急疏 妻子在厨房里烧炉子 烟味呛人 不得不打开窗户 引起了傅宾的抱怨 但是妻子的心情却难得明朗 他抱着傅宾的脖子 告诉他 明天很特殊 他准备叫上朋友们来聚餐 可傅宾无论如何 也想不起明天到底是什么大日子 风透过窗户 吹散了傅宾放在桌子上的手稿 妻子一边帮他收拾 一边打去 这种无中生有的文章 根本没人看 可下一秒 当读到稿纸上的文字后 妻子脸色大变 第一反应是欣喜 第二反应则是后怕 很明显 傅宾为老教授 写了一篇说真话的文章 并准备交给报社 这下 妻子可急坏了 连骂他糊涂 但是 只要稍稍想象一下 文章被人们所传阅的场景 傅宾便心潮澎湃 于是 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妻子 身为记者 他没有权力沉默 他有义务写出事实真相 然而 妻子却斥责傅宾不负责任 不为家庭与女儿着想 妻子的话触动了傅宾 这篇真性情的文章 将给他们的小家 带来灭顶之灾 于是 傅宾默默走到炉子前 烧掉了文章 可是 一通催命般的电话 又让他改变了想法 报社要求他明天必须交稿 步步紧逼的阿利 彻底激怒了傅宾 他决定抗争到底 大不了就被抓起来 看着这样的丈夫 妻子心疼不已 尽力安慰 甚至准备帮傅宾随便抄一篇糊弄 可是 傅宾的心理防线已经完全崩溃 妻子的不支持 更令他痛苦万分 他觉得妻子变了 他们不再是同路人 争吵中 傅宾吼出了这部电影的灵魂台词 一个不是英雄的普通人 始终是傅宾给自己的定位 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代表大众 成为故事的主角 傅宾的斥责 令妻子伤心 妻子反唇相机 称傅宾为心灵上的一点安宁 情愿牺牲家庭与孩子 这是另一种小人行为 生怒之下 傅宾删了妻子 一记响亮的耳光 妻子泪眼婆娑 道出真相 原来 明天是他们的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而这记耳光 竟成了他唯一收到的礼物 动手后 傅宾懊恼万分 出门散步 忍不住回想起 与妻子曾经的美好时光 心中更是自责 影片开头那段 有关眼睛的对白再度出现 只不过 这次的提问者 换成了妻子 而傅宾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可见 他们本是志趣相投的天作之和 其实谁也没有错 是扭曲的时代 让他们不得不割断血肉 硬生生站在了对立面 经过医院时 愁苦的傅宾灵光一闪 突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装病 装病既能保全家庭 又不用写假文章说谎 但是傅宾第一次装病 被护士当场识破 本以为走投无路 不料柳暗花明 一位素不相识的医生 偷偷给他开了两天的病假条 医生感慨 在科学的事业上 自己做出了第一个不科学的诊断 但是 他完全理解傅宾的苦衷 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心照不宣 正是绝望年代里 星星点点的荧光 拿到病假条后 傅宾脚步轻快地回了家 立刻态度诚恳地向妻子道歉 他们约定 明天一早就把病假条交上去 痛痛快快玩一天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能过一天是一天 及时行乐 不问未来 成为了普通人唯一能做的事情 纵然是苦恼人 也要抓住机会 放声欢笑 而这笑声背后 同样是沉甸甸的悲哀 可惜傅宾最终未能如愿 第二天早上 他本想交完病假条就走 却还是被主编的死命令 召唤去了医院 主编不仅要求他和老李 立刻交上老教授的稿子和照片 还要布置一项新的人物 此前 傅宾本打算挨过今天后 想办法弄个长病假 就写忧郁行精神病 这下倒是和老记者殊途同归 师徒二人都成了精神病 没想到 一堆密密麻麻的防扩散材料 彻底打算了傅宾的计划 病房没人 傅宾和老李坐在椅子上静静等待 桌上散落着主编 带给宋书记的人民来信摘抄 这些都是绝密资料 傅宾却难以意志好奇心 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这一读 他心中的那盏摇摇欲坠的灯 再次明亮起来 人民来信里 字字句句 都是对宋书记等人颠倒黑白的怒耻 傅宾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 他从不是孤军奋战 偌大的海城里 还有无数人和他一样 厌恶虚伪 渴望真实 然而 危险却悄然来临 原来 宋书记和主编根本没有离开病房 他们在里面的屋子密谈 准备压下中央的文件 继续扩大斗争 同时 宋书记还叮嘱主编 要注意报社里的反对力量 该抓就抓 杀鸡儆猴 另一边 沉迷于读信的傅宾过于忘我 忍不住高声赞美 对老李说 他们真是些勇敢的人 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他们站在一起 老李刚想说些什么 手中的烟突然下掉了 傅宾扭头一看 宋书记与主编 赫然站在他们身后 事情败露后 老李第一时间和傅宾划成界限 还拿出了稿子与照片自证忠诚 而傅宾只有病假条 老李下意识为他圆谎 却最终在主编的逼问下改口 说出了傅宾装病的真相 傅宾反应极快 第一时间借着头晕的名义冲向厕所 用马桶销毁了那张病假条 他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是在保全那位 开了假病假条的一生 随后 宋书记阴阳怪妾地称赞傅宾为英雄 但傅宾依旧诚实 他从不是英雄 反而时常能感受到自己的懦弱 可是 正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 只想写好文章 过好小日子的记者 却在高不可判的权力大山前 说出了自己的全部心声 噩梦尽头的呐喊 始终萦绕在傅宾耳伴 他是人 不是狗 无法跟在这些人身后 狂吠乱挑 最终 傅宾斩钉截铁地告诉宋书记 这片土地上 处处都是正义的呼声 有朝一日 他们这些人必定会倒台 宋书记不怒反笑 扬言不会抄家抓人 因为他喜欢老实人 毫无疑问 这又是谎言 当傅宾徘徘徊着回到家中时 家里已经被抄了个干净 讽刺的是 带队人正是老李 拿起桌上的花瓶 傅宾冷冷地回应 花瓶是空的 可是你送给我们的时候 这里面装满了友谊 原来这是十年前 老李送给他们夫妻二人的新婚礼物 喧闹的码头 悠扬的汽笛 甜蜜的夫妻 还有那挥动双臂 用力制出两个花瓶的朋友 那年 他们如此年轻与真挚 老李也曾在风中大喊 花瓶里装着我的友谊 可惜的是 回声已经消散在十年岁月的蹉跎里 无处可寻 站在家门口 妻女共同送别傅宾 妻子流着眼泪告诉他 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从未改变 懵懂的女儿还以为父亲是去干小 嚷嚷着要一起上车 傅宾坐上车 被戴上了银色的手铐 那尊刚来报社时的小佛像 被握在了牢里手中 他或许正是良知的具象化 那些与傅宾有着同样遭遇的人 他们都不是神明 却以凡人之躯 在混沌而黑暗的年代里 撑起了一片天空 等待着黎明破晓 临行前 女儿悄悄在傅宾耳边承认了错误 说出了打碎花瓶的真相 令傅宾泪流满面 在这个小小的孩子身上 所有人都看见了未来的希望 谎言终将破碎 真实的种子深埋心底 将在新一代的灵魂里抽牙生长 影片最后贯穿着女儿的疑惑 他问傅宾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很久吗 傅宾目光坚定地告诉他 不会太久的 因为他知道 他的背后 站着无数呼唤真理的人民 最终 导演以极为梦幻的手法 描述了四人帮倒台时的举国欢腾 绽放的花朵 重逢的恋人 沸腾的鞭炮 痛苦的时代终将过去 一个崭新的未来 已经触手可及 而这次 所有的苦恼人 终于可以开怀大笑